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辨别台湾人的最主要特征 就是亚洲面孔 是否戴眼镜 当然 男生冬天一般都穿羽绒服 女生都戴围巾 准确率也不低 羽绒服外套 眼镜 帆布鞋 牛仔裤 运动背包 头发两边推高 如果再拿一个保温杯的话 八成就可能是台湾人了 为何台湾人对眼镜 情有独注呢 不是台湾人喜欢戴 是台湾教育太发达了 看书的也较多 从小学开始 就已经逐渐戴上眼镜了 年轻人甚至戴眼镜的概率 会达到80%到90% 所以没有办法 不戴看不清呀 有人说 是因为台湾人近视率太高 带动了台湾的眼镜产业的超级发达 也对 也不对 对 是因为眼镜市场不小 不对 是因为台湾并不是当全民近视率提升 或者是在太阳镜风靡之后 眼镜产业才辉煌起来的 而是形成于70年代 辉煌于80年代 再到现在的OM一条龙服务 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优势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台湾的眼镜产业到底有多厉害 聚集在哪里呢 侧重点又在哪里呢 对了 大家要知道 眼镜这东西绝对是暴力鼻祖的产业 一个小小的数纸镜片 10台币是它 100台币也是它 1000甚至上万台币也是它 换个地方 搭配个高级眼眶 轻轻松松 身价暴增几百上千倍 都不是开玩笑的 问题就在于 人家说多少钱 它就是多少钱 市场这么干 你不买 别的品牌也一样会收割你 总之 眼镜就是为收割你的钱 而长期存在的产业 在台湾提的眼镜产业 那必定少不了台南 因为全台湾400多家企业当中 有300家可能都集中在台南 虽然台湾眼镜公司的家数 逐渐减少了 但依然也有200多家 在经营这一产业 台湾眼镜产业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 那时 台湾眼镜慢慢的 从西方传入台湾 一家位于台南的小公司 利用日距台南时 培养出来的学徒 开始眼镜生产与制造 成为台湾眼镜产业的 开山鼻祖 1970年代 原本在日本发展 极为兴盛的眼镜制造业 因为当地的劳工成本上升 以及环保意识抬头 迫使需求大量使用劳动力 并且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污染的眼镜制造 外移到了台湾 台湾因为地理距离较近 当时正值十大建设推动时期 很好的就承接了这些产业 同时也利用各种优惠条件 吸引外资钱来投资设厂 天时地地人和 台湾于是就逐步发展起了基础的眼镜工业 在中国对待眼镜产业态度是这样的 能远离尽量远离 毕竟不是一个好产业 虽然解决了人们对眼镜的需求 但终究是把人的眼镜的度数 以及佩戴眼镜的习惯给培养起来了 另外即使美观的太阳镜装饰镜 仍然不如很多奢侈品一样 来钱来得快 但我们之前是错误的 等台湾厂商进入大陆之后 发现太阳镜之类的真的挺赚钱的 所以现在已经成长起了一些企业 逐渐成为了他们的对手 台湾先前就比较重视 所以在80年代眼镜出口就世界第一 当时世界各地对眼镜需求量非常庞大 除了利润高 来自全世界的订单根本就接不完 加上眼镜产业供用链 专业分工集系 所需资本额低 技术门槛也不高 一个20平大小的地方就可以开工了 一旦学会技术 存了一些钱 员工往往就会出来自立门户 眼镜产业便在台南地区 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起来 台湾的眼镜制造产业于1980年代达到鼎盛 并且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 据资料统计 1986年 台湾眼镜产业出口产值约2亿美元 如果以美副眼镜出口价格为1美元 而进口的零售价8美元来计算 总销售值就高达16亿美元 主要的出口地区以美国为最大宗 其次为欧洲、澳洲、日本 之后还外销到了非洲、中东、中南美洲等地 成为当时台湾20多项外销世界第一的名产品之一 也为台湾赢得了眼镜王国的美誉 当时全台湾各地的眼镜工厂总计约350家 从业人员约7万多人 聚集在台南各地形成产业聚落 如台南县的永康、归人、仁德 台南市安南区及安平工业区等 发展到2000年左右 他们眼镜制造业多属于中小企业 且以家族方式经营 300多家工厂 绝大多数是采用专业分工的方式 负责供应链中的一小部分生产 如镜片、镜框、物件制造等 甚至还有专门制造好的镜片切割成 不同尺寸的加工厂 最终送至组装厂进行组装出货 后期眼镜公司逐渐投资东南亚等地 不是非常顺利 因为语言不通 加上当地的产业聚落 以及生产供应链尚未形成 缺乏上下游厂商互相支援 少数厂商的专业制造效果大打折扣 始终形成不了气候 吸取了教训之后 转战加大投资中国大陆 随后一发不可收拾 不但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也培养起来了很多自己的对手 有了养狼计划的感觉 从1989年到1999年时间间 共计约100多家台湾眼镜产业 逐渐转到中国大陆发展 在主要的三大地区 形成了产业聚落 及完整的供应链 包括福建的厦门 以及张州 广东的东莞 以及花都 浙江的温州玉环等地 群聚效应 可以说是台湾眼镜业者 得以在中国大陆经营 有声有射的关键因素 目前在台湾眼镜厂的协助下 中国大陆已经没有所谓的 小眼镜厂了 全都是大企业在搞竞争 可以说普通人想进入眼镜行业 基本是不可能了 在中国大陆 你想进入眼镜的上中下游 并非他们赚钱的核心制造 都不行啊 没人会同意让你这么做 各地方都存在保护主义 没有所谓的市场自由 以台湾较为成熟的太阳镜为例子 这些年随着人们的思想转变 市场变得更大了 现在依然有很大的需求 主要是年轻人 但是所有的厂家 商家 以及小卖家 都说自己是赔钱的 而且早就要破产了 早就不想干了 但真正 当你想要表达接手时 他们又劝你不要接手 此早你会后悔的 互相矛盾啊 中国大陆的厂商 商家不但跟台湾竞争 还走向世界 低价去抢占欧美和日本市场 虽然眼镜质量上 很难跟台湾相比 但谁也经不起低价的诱惑 所以台湾眼镜厂商 面临的压力一直都挺大的 好在他们发展出了一条 适合自己的 无法替代的模式 那就是原料进口 生产 制造 行销 一条龙的模式 在进一步分析 发现目前台湾眼镜产业的主力 多集中在特定的用途眼镜 比如说像太阳镜 老花镜 工业用镜 以及自行车滑雪等 使用的运动眼镜 另外台湾在模具 加工 及射出技术的成熟 为特定用途眼镜生产 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同时也是目前台湾眼镜产业 在特定用途领域 仍然领先中国大陆的主因 台湾目前在眼镜的个别领域 所向披靡 比如说像太阳镜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欧美 日本 甚至东南亚 都能看到台湾代工的产品 品牌众多 眼镜虽小 但利润极大 当今社会需求逐渐扩大 未来肯定 还有市场前景 好了 这就是小周的分析和看法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